娱乐圈中有不少的美女 不过实力与美貌并存的还真的是不多 而杨子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童馨出身的她演艺经验丰富 深受大众的喜欢 所以每次她的作品都会引爆网友们的分外关注 目前杨子正在拍摄和范郑春主演的《199爱》 这部剧拍摄消息传出后也是热搜不断 此前还晒出过两人一起跳校园舞的预告 视频中的杨子穿着一身校服 撒着高马尾俨然一副高中生的模样 即便是和小八岁的弟弟范郑城站在一起 也看不出年龄差就如同龄人一般 这也让大家非常期待这部校园剧 希望看到饰演高中生的杨子 不过这边这部剧还没有拍馆 那边又传出了新瓜 对于杨子这样有流量又有实力的女演员来说 被传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这次似乎又有点不同 有网友发现具名IP大作狄谋的作者 目前已经关注了杨子 在娱乐圈有个不成文的说法 如果是作者关注了某个演员 就说明很可能会找这个演员合作 让他出演自己的作品 这么一说难道要杨子出演新剧狄谋 很快网上便有了这样的说法 而且因为该作者同时关注了杨子和谭剑刺 所以很多网友都认为 杨子很可能和谭剑刺 即长相似之后二搭 该消息爆出后 很快就冲上了热搜 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很多人或许还没有听过这部剧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家族小姐的故事 在上一世 她沦为家族谋取利益的棋子 被送与太监为妻 连父母姐姐皆未得善终 当她再次醒来 才发现原来自己重生了 这一次她发誓一定要粉碎 针对他们的阴谋 要让父母和姐姐一身幸福长安 于是便开始了亲近谋略 算尽人心 这是一部复仇爽文 里面的牟吏布局很有巧思 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 如果杨子能够出演这样的爽文 那简直就是加倍快乐 不过现在出不出演还是未知之数 毕竟还没有官方的消息 至于说作者关注也只是一种民间说法 事实上有不少小说的作品都曾关注过杨子 他们也和很多网友一样很喜欢杨子演的戏 喜欢他这个人 曾经就有不少作者曾夸赞过杨子 所以这些都不足为奇 当然大家都希望杨子能够多拍摄一些作品 能够看到他尝试更多可能 但还是要吃真瓜好瓜 所以与其期待这部剧 不如想期待杨子已经拍摄好的作品 期待长相似的小妖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